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每天向吹友和网友每天报平安的视频 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基本没有睡觉 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是昨天的我们在这里纽约的时间 就是早上的时候 这下午的时候 那么收到了大连市公安局的通知 让我家人去大连去接我的四哥和六哥 被二次关押的四哥和六哥 那么全家人当然都很激动了 他们就马上重向机场 然后到了大连 我在此首先让我代表我全家 对大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刘乐国先生 还有张主任 对我家人的接待和礼遇非常的感谢 他们到了大连以后 在当地的公安上的安排下住下来 是前天的 前天的晚上 然后咱们的就是今天的晚上的 昨天晚上的时间 然后他们办理了手续 把我四哥和六哥给接出来了 那么接出来以后呢 这个本来是要Skype的 后来我实在这控制不住 我说就不要Skype了 因为我看了照片 这两个哥哥已经都变形了 非常的痛苦 而且两个人呢 特别是我六哥抑郁症 极度的深度抑郁症多年了 这个身体非常不好 精神是非常不正常 但是呢 我还是跟他开玩笑说 我当年八九年 我被关在河南浦阳清风的时候 曾经关进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 而且特别扛打 他是当年这个上海导报的一个人 跑到河南被抓了 因为六四的事情 被打得最厉害 每次回来都说 这个列宁曾经说过 没有这个进过监狱的人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说这回你俩都完整两次了 这两次以后 这家里挣钱的事交给你们了 当然了 这种完整谁也不需要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同胞们 不要用这种方式完整自己 这真的是太痛苦太悲惨了 特别是中国那个地方 这种看守所监狱 那根本不是完整人 基本上是扼杀人 就是不让你死也给你留不了半条命了 特别像我待过那么长时间 进去我几次的人 我是有说话权利 感同身受的 这个词现在记下来了 感同身受的 希望中国的同胞少一点 像我和我哥哥这样的经历 在短短的三年内 两次进去 对家人的打击 远远超过了 对他们在里面失去自由那种深深的痛苦 这是没办法形容的 而且我为什么实在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而且我的员工都没出来 我的员工家属现在呢 正在大连待着呢 也在那等着呢 现在我们公司在大连没有办事处 也没有这个生意 但是由于我们这家事这个案子呢 被放在了大连 我们现在有人在那块常住 就为在里边关押的员工们 还有这些家人们呢 买衣服啊 这个送送牙膏什么的 这是真挺够滑稽的 那么我们很多员工的家属 现在都在大连一直待着 他们飞来飞去的 这几天又都去了 几个人精神状态 身体也特别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也高兴不起来 我特别的希望啊 这个有关部门啊 有关这个专案主的人 认真的从人性角度 从这个依法治国的角度 尽快的将我们这种 完全是政治案件 这种非法关押 这是没证据找证据 没证据造证据 没罪造罪的 这种 这种关押的方式 应该让我们员工抓紧恢复自由了 他们的身心已经是彻底垮了 他们的家人也彻底垮了 如果他们有错 他们受到的惩罚 也超过了他们所有做的事情 如果犯罪 什么罪我也不相信的 让他们这样的长期 全天后的剂押 打两三年的时间 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我不相信你们有哪条法律 哪条罪能把我的员工让他消失 和这样的秘密关押 长达三年 这是我相信这是绝对不合法 也是不公平的 我希望你们能站着真正的人性角度 这个像这个大连的副市长 刘乐国市长 还有张主任 你们虽然是执行任务 但是你们应该为这个案子负责 你们应该考虑 向中央提出建议 尽快的恢复这些员工们的自由 包括在河南关押的我的四个员工 他们的家人几乎也是倒崩溃状态了 他们的就是以一个所谓的销毁隐蔽票计罪 这样的罪简直是挂在我们员工上 关押长三年之多对这些女孩子们 人家的家人的身心痛苦 是无法 你们不能感同身受的 像就像我昨天到现在 我整个人就像一点 真的是我就觉得顶不住的感觉了 因为去看到我哥的照片 真的是人都快崩溃了 是用语言没法形容的 我真心的忠诚的希望 所有的领导们 在我们最近和这老领导的沟通当中 真正感受到文贵的 真心希望中国依法治国 真心的希望 这个我们的这个案子 我们的事情 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 不要在这件事情变成灾难的事件 我希望你们能站在这些 所有被关押的我的员工和家人的角度 让他们的家人 尽快的看到 在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法治的 这个国家还是可以信任的 我衷心的希望 你们能认认真真的考虑文贵的建言 这些都是无辜的人 如果有任何所为你们所指控的罪行 或者说有你们认为需要承担的责任 文贵愿意全部承担 一个人承担 或者说公司愿意做经济上 做出任何让步 只要能让这些员工 尽快的回到他们家人身边 因为从昨天看到我四哥和六哥的照片 我的心情一直好不起来 因为我能想到我的员工 这些家人是什么样子 那种感受 这个我是常说过 我的女儿被关进起来 我的儿子被你们关进来 我的妻子被你们关进来 我的哥哥被你们关进来 除了我父母没关 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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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关过了 那种感受 我是能感觉到骨子里面去 所以说你们也都去想一想 钟永康还有进监狱的时刻呢 你们怎么能保证你们哪一天你不被抓起来 你的家人不抓起来呢 你们希望给自己呢 我希望你们给自己呢 多建点好的姻缘 创造点好的姻缘 不要造那么多孽 这是真心的 而且我们这些员工呢 他们都是好人 你们都是看到了 如果他们不是好人 不会到一个公司去打工 就挣那份工资的 找都去当官去搞贪污腐败去了 找都也去干那些 想办法去贷款 骗贷款去了 去搞诈骗去了 要么搞当贪官 要么当污吏 要么搞这个银行诈骗去了 不会这个老老实实打一份工的 这些人就打一份工 多么的可怜呢 都是一些草根老百姓 看遍中国天下 像他们这样的好人 几乎也是很少的 我说是跟官员比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我希望在那么长的时间情况下 能得到你们专业主和各级领导 从人性角度 依法治国的角度 尽快的让我们的员工回来 另外呢 从这个昨天到现在呢 我接触了两家的媒体 这两家媒体呢 就是这个是我原来约好的 后来呢 我说我取消这个采访 但是我们可以见个面 当他们看到了这个 我有一些提供的证据和家人 还有员工的 这个在受虐的 还有一些照片的时候 哎呀 这些外国人都哭得 是鼻涎一把泪一把的 他们都很难相信 在今天的中国 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不希望把这些事情 让一些外国人去看 这几天来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搞得很不开心 就是跟老领导沟通当中 这个老领导给我太太做了一些工作 我太太就觉得我是 对不起这个国家 这个家丑外扬 而且觉得我把这些事 说给这个世界听 这个对国家非常不好 而且这个给我 非常生了非常大的气 而且觉得我对老领导不尊重 当然了 他这种爱国的思想 是受我家庭的影响 受我的多年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呢 现在更加知道 爱国更加要 以推动国家的依法治国 用事实去 用现在我们发展本身上的事实 来面对所有的 现在社会的问题 作为一面镜子 能促进中国的依法治国 当然我妻子这种激动和冲动 我是可以理解的 老领导呢 这个这几天很辛苦 帮着我们协调了很多很多事情 这个衷心的感谢 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相向而行 文贵完全没有意思 把这个所有的 所谓家丑外扬 这个不是文贵的追求 也是文贵的红线 不可以碰的 但是呢 这个理解的角度和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媒体发声 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 使我们的案情找到真相 那么这两天香港 一周刊 苹果日报 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报纸 都会相继出现一些 这个我的爆料的信息 这都是在两周以前 他们的采访和准备好的 那么从昨天到 从昨天的下午 到现在新增了 大概40家媒体左右 E-mail还有信息给我联系的 我在此呢 就不一一给你们回复 因为太多了这一天 我希望你们呢 把你们的采访提纲发过来 把你们要参加全球发布会 这个想法你们发过来 我们希望呢 我的团队 会在制定统一标准 发邀请函 和发布会的时间地点 和发布会的规则 和这个邀请的这个 媒体的名单和标准后 统一会发行 所以说我就在这不一一回复 因为我们这团队还正在 会场商谈 时间安排 邀请标准 安保标准 转播形式 直播形式 还有信息发布的权利的这个使用 都正在制定中和我们的律师团队 稍后我们会公布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想各位媒体朋友说 文贵就不一一给你们回了 然后有一些这个 你们的问题 我们团队正在商讨和商谈中 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推特现在还在倒增长 这个五毛们还有一些 这个坏蛋们还在继续捣鬼 我深信你们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 我深信你们不是 这不是国家的决定 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停下来 不要再这样下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 对我们现在的事情 和对我是否继续爆料 是没有任何好处 今天还有很多的会议和安排 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录制一段视频 向大家报平安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还有所有的网友们 谢谢